雨季迅期就要来临 高雄市议会陈善会关心男子地区 去年遭823毫大雨侵袭 多出地方严重激烟水 要求水利相关局处尽早做出防范 另外也针对后进息提防 在去年8月部分毁损要求修复 保障市民安全 高雄市议员陈善会售出一张张 男子右舱地区烟水照片 去年823毫大雨造成男子多处地区 严重激烟水 游行迅期即将来临 陈议员要求水利相关局处 尽早做出防范措施 美女旅来风台旗糕了 你看那个附地还没想到 那是白天那是蓝天 像我刚才说的蓝天就对了 那事情就大了 这就是我刚才跟市长说的 水人在座一人负粽 后进息长达数十公里 是高雄市三大河流之一 不过提防损坏已经好几个月 议员进一步质疑 是做修复进度太过缓慢 另外也针对后进息污染问题 这个水污染到底污染到洋间中 有改善吗 你如果定期公布的数据就会出来 出来就有改善吗 改善市民就知道了 在去年107年一直到今年的三月底 总共击查了有495件次 总共查获了35件违反水污染法的案件 裁罚了502万5千元 这个我们一定很积极的 这个来进行后进息的这个 河水的水质的这个监测跟这个保护 议员赶在讯奇台风来临前 要求市府上井发条 希望对居民伤害降到最低 副市长李四川也允诺 针对提防选坏会尽快修复 保障市民生命财产安全 港股新闻李嘉宏罗绍军 财产报道